B-52轰炸机飞越南海,还有东海,这个一听起来就很障眼的消息,最初是由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透露的,路透设称,目前正逢美中紧张关系升温之际,美军此举很可能激怒北京。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对此表示不担心,他说,轰炸机飞越那里不过是前往印度洋的路上,或者是跟地区的伙伴们合作,所以,这是很平常,确实,B-52轰炸机时长到南海转。 今年六月份就来过,但真的像美军方说的那样,只是执行任务路过吗?显然不是那么简单,对六月份的那次B-52轰炸机造反,咱们的外交部长,这些飞机或舰船不会下到中国保卫主权的决心。 对这一次,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7日再次强调,中国尊重和维护各国一具国际法享用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着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来损害沿海国的主权和安城,扰乱地区和平与稳定。 相对于前些年,现在但南海平静多了,大家应该还记得,阿基诺三世当费律典总统的时候,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把南海搞得乌烟瘴气,中国和各方经过了耐心曲折的外交努力,好不容易让南海的局势缓和下来,把大家的心思聚拢在合作发展上。 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军和他的小兄弟们,不断派军进军机,到南海转,提高在南海刷存在感的频率,发出的清晰信号是,你想静静,没那么容易,黄蜂挂摇风刮不止。 现在还不知道,这次B-52轰炸机飞越南海时,离咱们的岛礁有多远,应该是比较远,如果离中国岛礁比较近,或者从中国岛礁上空走的话,中国一定会要么喊话,要么军舰,军机出洞驱离。 我们还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南海航行自由从来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公共海域军进军机都能走,如果离中国岛礁比较远,就跟中国没太多关系。 但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飞远,并主动把消息透露出来,又是媒体在意炒作,有它的小心思,是它刻意把一个军事活动,是不是正常的,咱也不知道,玩出政治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几点。 第一,B-52空架机到南海转一圈,哪怕转一百圈,也不会有任何人怕它,中国的岛礁主权,中国岛礁建设的节奏,都不会受其影响,因此,也就是有一点象征性意义。 第二,美军会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在南海刷存在感,对其国那也是一个交代,军费没有白花,对中国也是一种干扰。 虽然起不到什么实质性影响,因此,它才会想炒作自己的军事行动,扩大舆论上的影响。 第三,美军在南海区域,对中国的恶意将长期存在,对此要有充分认识和具体准备,还是那句话,中国要有定力,一定要更加强大。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